我们来看一下除了摩克斯还有哪些线上学习的资源 事实上如果说各位你要找跟就业比较好观的 这两个包括台湾一大事实上也蛮不错的 它上面其实有很多所谓的什么就是线上学习的资源 线上学习的资源 劳动力发展署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应该现在是劳动力发展署 然后中小企业也是一样这是一个 那再来最近有一个新起的 易军新起的付费的 我先问一下各位 有没有人有去过这里 你有去过厉害厉害 请问要怎么念 趴好 趴好 用台语念 才能够 这样知道 它是属于付费课程 付费的课程 但是定价多少 不知道 所以这个比较特殊一点 我要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它最近算是异军突袭的一个 那你可以到这边来 我们往下走 有没有一个综合学习 就比较不分 不见是大专以上的 你就可以找 这里我还要准备一些 那从这边进来 好 把它藏起来 那如果你觉得 不想让它开在one note里面的话 您可以按上面这里 有一个新分页 这个网站呢 就会用独立的一个页面打开 如果说你觉得这样 有点碍眼的话 你从这边把它打开也可以 好进来了 那你看哦 上课 如果没有你要的课程 可以来许悦一下 这样可以吗 很不一样的方式 对不对 所以 有些人说我想要学什么 但是可能现在没有 那我们就来看 他说累积到50个想上课的 他就帮大家找老师来开课 也可以啊 对不对 你看这里有 好 这是一个 那再来呢 你看这个线上课程 课程的部分呢 也可以募资 颠倒过来 刚刚是没有课程 我想要找人教 对不对 颠倒过来是什么 我想开课 可是我不知道学生在哪里 所以呢 你也可以来做募资 我们的募资平台 我相信各位现在应该听过 台湾有两个 Fly&B 贝壳网 之类的 有好几个 那 课程的部分呢 这个算是一个蛮特别的 蛮特别的 所以 你呢只要在这边 比如说你看 他想要学迪士尼哥 就是他想要开这样的课 他就说这个 990块钱而已 那你就看你有没有兴趣 那么这个呢 跟我们摩克斯 有一个都很重要的概念 今天不管你要不要开课 应该说课程会不会开成功 他都必须要怎么样 有一段影片来做介绍 我为什么要开这个课 然后呢 我大概的课程内容是什么 做一个基本的介绍 不知道我预计有哪些单元 有没有 好 那他会怎么做 他会怎么做 他会把这个写清楚说明白 那一定是愿者上钩 这样了解吧 你是愿意的吧 你要付费的 不过 那个我有听过同学 他是来这边上课怎么样 因为觉得990块 我还一个人负担还是高了一点 所以有些人也是集资找同学 共用帐号一起来上课 也有这样子的啦 但是目前 这个部分 网站是没有办法禁止的 只能说这个就是看你啦 只是说如果你想要上课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么他们在准备这个 所谓的募资的过程里面呢 他只要先做好 可能一两堂的课程就好 也就是说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课 会不会开成功嘛 我全部准备好了 万一没开成 他好像有点滑不来 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先 准备一两堂的课 那有的呢 可以让你先稍微观课一下 看看说你喜不喜欢这样子 这样了解吧 可以啦 所以 有没有跟你这个比较不一样一点 那讲座课程就比较单纯 就 比较是属于实体的课程 那线上课程的部分 你也可以顺便看一下 像这个也蛮多人用的 你看 这个是 这样子 对不对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随随便便都给他很多人 这样了解了吧 所以有些时候 现在 用这种开课 其实有个好处 甚至同学都可以开课啊 有些可能你本身就有某些 专场也好 我们的专场 或者说兴趣是很OK的 对不对 你也可以拿来这边跟别人分享啊 那 用这样的方式有个好处 就是你做好一次之后 他就继续帮你赚钱 那 这里呢 请问要怎么拆账 这个是大家很关心 不管是国外的 国内的都一样 我们有内容提供者嘛 但是是也需要它的平台 就好像各位一定都有去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 商品要上架要不要钱 会不会很贵 贵 真的贵 跟一般的通路比起来便利商店贵很多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要 因为它方便啊 所以其实 你一样的东西 你可能在便利商店买 有时候事实上价格是比较贵的 价格比较贵 那在这边的话 它的拆账方式 如果以后 你想要变成讲师的话 也可以怎么样 我记得是五五分账 好像是五五还是 五五的样子 还是六四 我有忘记了 六四 就是我要开课 有没有 这边它有告诉你说 你要怎么样 就是它的那个收费的部分 我是觉得 跟我们一般 就是你真正要在学校里面 或者是外面的补习班开课 老实讲 你在外面开课 你赚的 你赚的 会比这边来的少一点 那人数也不可能说 找一个教室 就来给你 几十个人 甚至上百个人 不可能嘛 要找这种教室很难 OK 所以这个算是 稍微比较特殊一点 比较特殊一点的 给各位看一下 有这样的平台 那另外一个呢 在这边 这个可能有些人也许就有去过了 有没有来过这里 这里是台湾的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新创团队 YouTube大家都去过嘛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忍受YouTube的翻译吗 哈哈哈哈 我指的是自动翻译哦 因为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找一些 英文的 比如说BBC 好 新闻 那平常我们如果在看这个内容的时候 我们在看这个内容 我看一下 好 我把它 找这边好 可以从这边 现在这里没有字幕 所以怎么办 可不可以叫它产生字幕 诶 这个为什么没有字幕 因为是及时的吗 哦 有 这里有 有没有 这里有字幕 对不对 但是呢你在这里 如果你来这边 叫它自动产生 像这个英文就自动产生了 对不对 你就叫它说 自动翻译 再帮我翻成中文 有时候 有时候是产不忍睹啊 这样没错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 Voicetube 这个团队呢 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 你点到这边来 一样 如果你不想要开在这里 就开新分页就好了 这里呢 让你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学英文 它的这个翻译都是经过就是 人工整理的 所以准确度会比较高 因为刚刚有 有同友在问说那个翻译的问题 您看这边 有没有看BBC学英文 有没有脱译的 还有也可以看电影的 也不错吧 也就是说 现在最重要的目的 教跟学的目的没有变 但是途径变了 途径可以变得比较活泼 比如说您想来看 像这里有主编精选的 假设你要看看这里好了 这里色盲 这个应该是TED的课程 您看一下 它有教学 我就先不管它 你也可以注册一下 注册一下 你的学习记录 它会把你留着 或者你有某些句子 某些单字 你比较不熟的 它可以留着 你往下看 它这个翻译就是都比较OK的 那你如果说 诶 我觉得 你讲慢一点 有没有发现 这里有一个速度 有看到了吗 有 你能叫他说慢的 我听不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字幕不见得要显示出来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显示 这个字幕的话 它这边也可以 这里 英文的 有没有 可以把它先关掉 我记得中文的也可以关起来 右手边怎么没有出来 应该右手边会有一个 我现在把萤幕缩小一点就看到 右手边你会发现 这个 点到它 它 它就念到那一句 这样了解吗 等于它在念的过程 右手边是就同步的 就是同步的 所以 这样有没有比较容易一点 而且如果 比如说 这一句 我就不大会 你就告诉他 麻烦你 这个重复一下 或者这一句我不会 你就这一句帮我一直重复 我repeat一下 这样也OK 甚至 我这个单字就不大会 separate 有没有 但是因为这个要 注册之后才有 它可以帮你记住 可以帮你记住 你就可以下次再做复习 有没有觉得这样好一点点 跟平常的学习方法是比较不一样 那重点是 它的这个部分都是 翻译的话都是有经过就是人工的整理 所以它只是把YouTube 当作是一个什么 影片的资料来源 我把比较正确的内容 翻译的结果把它放上去 那这个是还蛮不错的 甚至你可以用什么 程度的部分 还有呢 你也可以 开始怎么样 做天地列行或口说 有没有 它也可以帮你做录音 所以蛮特殊的 蛮特殊的 所以这个部分 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那另外这个应该就还好 这几个都还OK 那么 这里呢 这个 Udemy 这个呢 就是属于付费的 线上付费的课程 好 不过呢 你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网站上 它至少在介绍 就是使用界面这边 它会自动帮我们翻成中文 使用界面翻成中文 有没有发现 这是新台币哦 不是美金哦 美金大家就不学了 对 这是新台币的 所以 所以 一样 如果你对于这些有兴趣的 有兴趣的 就可以在上面直接做 注册练习 所以我才说 你现在要选修国外的课 即便是要花钱 是不是相对花的就比较少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 面对面的课程 会有面对面课程的好处 有它的优点在 可是呢 因为很多时候 课程是分散在不同地方 没有办法真正到现场的话 透过线上 也可以达到一定的程度 也可以达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 我们把这些 其他的这些免费课程 在这边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 您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来 还给您